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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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開始上課 不要忘記下一堂課我們要小考 那今天的話呢 可能要懇請大家 要完全醒過來 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非常的難 還有很多彎 所以呢 我不能確保每一個人都會醒著 也不能確保每一個人你認真聽 都一定會stay on board 都一定會待在車上面 所以 請大家要把安全帶綁好這樣 那 我在轉彎的時候會稍微簡數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 很複雜 那其實就跟這一個問題有關 就是我們回到了 之前那個問題 Magnetic force 到底能不能做工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在你們高中應該就碰到了 那我今天其實就只是定量的把它想 講出來 我們上次其實定性的跟大家講 磁力分成兩種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去想說 為什麼磁力可以分成兩種 自然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所以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磁力為什麼不做工的原因 我們基本的假設是因為 Lawrence force 這個velocity 跟你的magnetic force 永遠都是垂直的 那麼功率是0 所以你無論怎麼積分都是0 那在這邊的話 take my words for it 就是說在Electric Fill裡面 為什麼Electric Fill通常比較和藍可親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它的效應通常比較直接 你看為什麼風水師傅很少跟你講說 你家電廠不好 他一定跟你說你家磁場不好 真的從小這件事情就一直很困擾我 就是從我知道的電磁場以後 那我長大以後我終於知道了 因為你家電廠不好呢 你不需要風水師傅 你也知道 對不對 比如說你家牆壁一摸啪 就電死了 然後我怎麼樣地板然後就烤焦了 那你家如果電廠不好的話 you will know 所以你不需要風水師傅 可是如果你家磁場不好的話 那就比較subtle 那原因其實事實上呢 是因為Electric Fill 是由Electric Charge造成的 所以它事實上是相對應性 Zero's Order出來的力 它很大 那B Fill因為沒有Magnetic Charge OK 沒有磁盒這樣 所以呢 事實上 一個最基本最基本造成磁場的單位 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就是Magnetic Dipole 那Magnetic Dipole呢 很不幸的 是一個向量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軸 就是在講 Magnetic Dipole 在B Fill底下 會有什麼特性 那如果我們行有餘力 我最後真的還可以講完的話 我可能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非常重要一個東西 叫Holy Fact 那如果我們沒有講完的話 那就算了 那就 我還是會推薦你去看這樣 可是 我可能不見得上課就可以講 好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先從最簡單最簡單的 Magnetic Dipole是什麼 開始講起 So let's consider a very simple case that is the loop that we considered before 假設我們今天 有這樣的一個 current loop 這是一條while 上面帶電流 ok i 那假設呢 我現在在這一個方向 有個b fill 而且為了不要讓大家 突選 假設這個b fill 現在是均勻的 好 那接下來我可以把 每一個線段 我們上次其實有學過 對不對 每一個線段受的磁力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i l 這個向量 cross b right 所以我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這一段受的磁力是什麼呢 它的l是這個方向 i l 然後 cross b 所以它事實上受一個往下的力 ok 這是它受的一個力 相反的 如果你去看這一個東西 它是這樣子過來 那它受的力呢 如果你cross完之後 它的力就剛好 是往上 好 再來看一件事情是 如果是這一個的話 因為它跟b fill平行 所以這一段 事實上 是no force ok 同樣的 這個跟這個也是平行 so there is no force so again let's review a little bit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上次其實才證過 對於一個close loop而言 in constant b fill 對於一個close loop in constant b fill 它最後受到的所有的力 事實上是等於零的 and that's absolutely correct 你可以從這裡看得到 它的果真就是零 對不對 就是說這是一個往下的 假設這個往上是負的 好了 然後這是零 這是零 所以呢 這是第一件事 but what about talk ok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 我不要從 這樣子去看 因為這樣很難看這樣 我現在從側面去看它 好不好 如果今天去做side view的話呢 你看到那個while 基本上看起來就長這樣 然後這個的長度 let's call it b ok 那這個長度是a好了 所以呢 這個長度是下 就是b 那磁力在這裡會 是什麼方向呢 你如果從側面來看的話 這個是往下 這個是往上 所以呢 你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往下的力 我寫副位的話 這個往上的力 是f it doesn't matter 你怎麼叫它的啊 重點是 你要知道就是說 那因為兩端剛好是零 所以我們就不用看它 所以這是side view 就是那個loop 我如果從側面去看它的話 它在這一邊受到一個往下的力 在這邊受到一個往上的力 在這邊受到一個往上的力 所以你知道最後這個東西 會怎樣轉 會這樣轉 所以它有個tendency 它會 clockwise 那不要忘記了 clockwise 對應到 就是什麼 負的talk 所以你們課本在這裡 3號 很奇怪的 犯了一個正負號的錯誤 這樣 不過我相信Sway一定知道自己在幹嘛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算talk 那talk 有很多算法 譬如說 正常的人可能會選 好 這個東西當轉軸 那如果選這個東西當轉軸的話 這一個力讓它會是一個 clockwise的旋轉 對不對 所以那個talk的大小是什麼 talk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是 力必是二分之b 然後乘上的力 力是f right 然後因為它是 順時針旋轉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其實前面是寫個負號的 然後再來看這個力造成的力矩 它的力比也是 b over 2 然後它是往上 可是它還是clockwise 所以呢 那一個力造成的力矩 還是二分之b 乘上f ok 所以你最後把它寫出來之後呢 它其實蠻單純的 它就是-b乘上f 那事實上呢 如果你當初其實取這一點當支點 你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或取這一點當支點 你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所以你的talk 算出來是-b乘上f so what's the saving point well wait a little bit 所以你去看一下 這f是什麼 你看一下喔 你設的力是 f是il cross b 這一段的長度 事實上是多少 是a這樣 好 那所以呢 你受到的力 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 i乘上小a再乘上b 那如果你把它帶進來的話呢 它就變成是-b乘上 i乘上a再乘上小b 所以這裡就出現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受到的talk 事實上是等於負的 i乘上a再乘上b 那這個a的話呢 就是等於這個loop的area 在這個case裡面就是a乘上b 所以你得到第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loop 它在均勻磁場底下它是不受力的 我們上一堂課講過 可是它卻會受到一個talk 它受到的talk 事實上跟面積怎樣 成正比 跟be feel怎樣 也成正比 ok 所以這個是你在這邊得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你的loop如果越大的話 它受到的力矩可能就會越大 你的loop如果越小 它受到的力矩就會越小 那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看說 那可是其實如果你學過 面積其實是什麼 向量 磁場是什麼 向量 力矩是什麼 向量 所以這個關係一定是錯的 Alright 那兩個向量 看起來要像相乘 然後最後要得到 向量 請問一下要怎麼乘 也就只有cross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猜想呢 up to a plus minus sign talk 應該等於 某一個向量 在cross b 而這一個mu呢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 i在乘下 那個area的向量 ok 所以這個是你 還沒有做任何猜想的時候 心裡面可能就可以先猜想說 啊哈 你的公式可能最後是長這樣 然後呢 你可以定義一個新的向量出來 這個新的向量 是i 再乘上a 這個向量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 考慮一個比較general的case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同樣的這一個環 假設如果今天你不要是這個樣子 你今天讓它稍微斜一個角 好不好 那如果你今天斜一個角 比如說斜成這個樣子好了 那你知道面積的那個向量 其實事實上 就是往這個方向 ok 我現在畫的是side view這樣 那同樣的 你可以去算出 它的力 是多少 那 it's pretty straight forward so then 我就直接畫出答案來給大家 基本上你算出來的力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斜的時候有沒有 那兩根受力的 根本都沒有變啊 你斜是指不受力的那兩根斜掉了而已 所以事實上它收的力 跟這裡收的力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還是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個力事實上試著把它往這邊拉 這個力試著把它往這邊拉 所以其實你收到的talk 還是什麼 還是clockwise 不要忘了這件事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把所有的角度看清楚 so that's the difficult part 假設這個是b fail 所以b fail事實上是這個方向 那b跟a呢 跟a 就會加一個角度這樣 對不對 會加一個theta角 這是a 那我們現在要把talk算出來 那如果你去算talk的話呢 你發現這個的talk 現在 它的利幣不再是2分之b了 它事實上呢 利幣會怎樣 會變成只有這一段而已 那可是這一個角度是什麼 這個角度事實上就是這個theta的補角 OK 所以這一段利幣就會變成是2分之b 乘上sin 再乘上那個利的大小 然後因為它是clockwise 所以是負號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跟大家稍稍提醒一下 你計算利矩的一個trick 你計算利矩的trick的時候 是把利幣跟利 全部都當成是絕對值大小 然後把它們的角度也全部都寫下來 然後最後overall再去放那個s 正負號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考慮說 這個角度到底是那個 那個還是這個 然後你最後就會把自己搞瘋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個利造成是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它造成的也是一樣 那 so then you actually end up with something pretty nice 你得到的事實上是負的 i a 乘上b 再乘上sin theta OK 那不要忘記 我用到一個特性是 sintheta 跟這個sin pi-theta 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 in case you forgot that sintheta 跟sin pi-theta 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角度 好 所以你把這個算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試著 把他寫成像量式 OK But this is pretty obvious actually 你看哦 如果你还记得两个向量的 cross 是什么意思 两个向量的 cross 意思就是 那个向量的大小乘上那个向量的大小 乘上它们之间的夹角 sine theta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指是什么 指是正负号的问题 所以现在唯一需要理清的是 到底talk是等于mu cross b 还是等于-mu cross b 所以你去看一下 当你的look current是这样跑的时候 拿出你的右手来 所以它的a是往上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我在这边画a是往上 b是这个样子 它的talk是clockwise 意思是talk是那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a cross b a cross b talk就是往里面 如果是-a cross b 它就往外面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个的向量是talk 就等于-的 对不起 就等于mu cross b 也就是你只要把mu定义成是i乘上a这个向量 就是把这一个写成向量叫做mu 把这一个写成向量是b 然后它们之间的夹角是sine theta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写下来事实上就等于什么 这个的话会告诉你talk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它其实事实上是ia cross b 然后把它写成是mu magnetic dipole moment 乘上b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回过去check tau的大小的确就等于mu的大小 乘上b的大小乘上它们两个之间的夹角 那mu的大小就是ia b的大小就是b sine theta就是sine theta 那不要忘记这里的tau 因为我们是把 就是counterclockwise和clockwise放进去 所以才会有正副号 如果你只看那个talk的大小的话 它当然就是这一个值 so then 你从这一个 就是转一点点的角度 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loop 在磁场里面受的talk 事实上呢就等于 它带的current 乘上它的面积的vector 然后再cross b 然后最后呢 所以为了方便起见 在这里我们就会把一个current loop 它定义出来一个新的物理量 这个新的物理量叫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有时候呢 moment会被简略不写 就叫magnetic dipole 那有时候magnetic也会被简略不写 就叫dipole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所以这是第一步 就是一个close loop 它其实就对应到一个mu 所以我如果今天给你一个矩形 然后它今天开始有电流在流 这个矩形你用右手定则 定出来的方向就是mu的方向 那mu的大小 就是等于current再乘上那个area 那你当然可能会很好奇说 不对啊老师 你只做的矩形 来到所有的形状都对吗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怎么样去定义general的形状的loop 那这个稍稍会用到 我不确定你们高中有没有教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close loop 它的面积怎么算的 所以假设如果今天你在平面上面 有一个任意的这样的loop 然后有电流在流 那我号称其实如果你今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就说事实上它有个mu m 这个mu m呢就等于ia 那ia怎么出来的 ia事实上就是i的大小 这你会算 乘上这个loop围出来 面积你也会算 在乘上 它用右手定则对应出来的方向 所以呢这是操作型定义它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去定义 就是为什么最后talk可以是mu m cross b so let's try to prove that ok 嗯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 eterians out其实证明比我们刚才说明还要简单 所以那个例子是比较难算的 所以我建议你强烈建议你自己回家算一次 我接下来要写的证明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今天有个close loop 那它受的力是多少 它每一点受的力基本上是什么 是DS在cross是什么 cross b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算它受的talk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猜想talk是r cross f 所以它事实上呢 就是i积分r cross ds cross b ok 那这个东西 最后可以被写成什么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稍稍来看一下 假设你现在用top view 在top上面去看这个loop 随便取一点当成你的参考点 这一个的距离呢 是我们所谓的定义talk的r 这一小段的距离是多少 是底s 那它们其实事实上就会少出一小块的三角形面积 对不对 那你去想一下 这一块三角形 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稍微放大来看一下 调整成我们看得懂的样子 它基本上是告诉你 这一个是r 这一个是ds 那请问一下 这是r 这是ds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怎么算 这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底层高除以2就好了 所以呢 你只要把r 怎样 乘上这一个sineθ 然后最后得出来 就会是什么 就是这个的面积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事实上这一块的面积 其实呢 就正比于r cross ds 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 一个close loop 你如果今天对它做积分的话 那你最后呢 把它全部积完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r cross ds 全部把它积完之后 好 你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从这一个出发 然后中间经过一些 稍稍有点超过你们现在的 代数的 你最后呢 就会发现 因为b 是常数 它就会变成是i 然后这一个的积分 which gives you a 然后最后就 cross 外面的b 那这一个东西 最后就是我们的μb 所以 事实上你得到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嗯 其实呢 跟这个的形状 没有关系 它只跟loop的面积有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一个close loop 如果带current的时候 它其实就好像是一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你待会会看到 就说 我们这一张跟下一张 其实magnetic dipole moment 会一直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 因为自然界有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可是它们有一些 居然不是因为current造成 所以才会有这个困惑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established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loop 在bfeel里面 会有收到tal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最后这个 长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form 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然后我们就可以 再回过头来回答 为什么magnetic force 可以做工 还是不可以做工 好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比较简单的 这一个loop 上面来 就是我们证明了talk 事实上是等于mu cross b 而一个东西的mu呢 就等于i再乘上它的a so whenever you get confused 你可以直接回过头来看 你的长方形的current loop就可以了 那in general的话呢 它们事实上是等价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情 就我们刚才讲的是说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side view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你把它弄一个斜斜的 OK 比如说这是水平 然后这是b方向 不要忘记了 你如果今天 斜斜是长这样的时候 这个area 这个area 我们现在就不再用刚才那个立的想法了 它的mu是在这个方向 因为area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mu cross b 你会得到一个talk 这个talk是什么 是往内的 所以意思是告诉你说 他会转过来 他会想要转过来 同样的 如果今天 你就把它放成是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是长这样好了 OK 然后它的mu呢 还是这个方向 那mu cross b ok mu 这个方向 cross b 它还是会想要转过来 所以你可能会很好奇 如果一开始你把mu放在这里 它可能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变成这样 它还会这样转 那它到底转到什么程度 它就不会动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它从这里转到这里来 它如果最后转成 现在变成是直的 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loop吗 它的mu就是这样 然后mu如果我们beach 平行的话 它就不转 所以这是一个current loop 所以这是一个current loop 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磁场里面 不要忘记这个trend this trend is actually very cute mu tends to align with b ok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rend 事实上是没有这个trend的话 你小学所有的实验都不能做了 你们小学其实常常定义磁力线是说 磁力线就是在那里放一个小的什么 磁铁 然后那个n级值的方向就是什么 磁力线的方向 那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是调皮的小孩 你就发现其实那是不对的 你把他放在那 然后跟我小孩一样 在那边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你就发现磁针是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right 所以事实上你是要等它静止下来 它才会是那个 那你等它静止下来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磁针想像成 它其实就带了一个什么 其实一个磁针呢 它其实就可以被想像成是有一个什么 Magnetic Dipole Moment 一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在B Field 里下 它最后会怎样 它其实最后就会跟B Field Align 所以它 就可以是非常非常有用 拿来指引 那个Local B Field 方向 的一个东西这样 So that's what Magnetic Dipole Moment can do in this case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要做一件 比较困难一点的事情 那既然 它其实 喜欢跟B Field 就是变成同一个方向 然后不喜欢反向 也不喜欢其他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说 那它在其他的角度 是不是就有比较高的能量 也就是我们今天试着 去把Dipole Moment的能量导出来 So now we ask the question What about the energy of Magnetic Dipole? 那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回到说 如果今天 Magnetic Dipole 你现在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能量 其实事实上 是跟Dipole Moment的角度有关系 好 那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还记得 我们以前未能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以前未能的定义呢 是 如果今天譬如说 好 我再抹一个θ角 好了 就是 我从某一个θ2 从某一个θ1移到θ2 它们两个之间未能的差别 就等于负的积分 从1积到2 两个之间所受的力 然后对Ds做积分 对不对 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写下来 假设 我从θ1 开始推这个东西 然后我推到θ2去 然后这两个会有个能量的差 它就等于负的积分 OK 从1积到2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力是多大呢 这个力事实上 反正就是一个大小 然后如果今天我取中间做旋转轴 往上旋转的话 你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事 算了你还是取中间好了 如果你取中间的话呢 这里有个力会往上转 就是 你在这边事实上会有个力 在事实上会有个力 所以这个力事实上可以做功 这个力事实上也可以做功 所以呢 一个力做的功 其实是f 负的f b over 2 right 然后乘上那一个角度 所以这一段 是什么 是他们事实上之间的ds ok 然后那个d 跟这个的夹角 我必须把图画得稍稍好一点这样 假设这是b fill的方向 今天比如说你从θ 的这个方向 ok 这个是b fill 然后比如说假设这个是θ 角好了 你看你这里有个力 对不对 这里有个力 这个力如果稍稍转一点点角度的话 它其实会做功 然后那一小段的距离呢 其实事实上是什么 是2分之b 再乘上sin θ 再乘上d θ ok 然后如果你把所有的正方画 全部放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它就是从θ1 接到θ2 ok 那其实它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tok 然后再对d θ做几分 因为其实力乘上这个角度 然后再乘上d θ 所以你这一个f.ds 它有两个component 一个是这里 一个是这里 然后这两个如果你全部把它加在一起之后呢 它其实就会变成是tok的大小 再乘上d θ 就可以了 嗯 那可是我们知道tok是多少 tok事实上是负的 i再乘上a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b 然后乘上sin θ 所以你把它全部都写下来 所以你把它全部都写下来 它其实就变成是 i乘上a乘上b 然后最后呢 最后呢 只有一个dependence是sin θ θ d θ 从θ1 寄到θ2 ok 然后这个积分是elementary 所以你把sin θ 积分完就等于-cos θ 所以你最后得到了 前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μ 后面这是b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cos θ 然后从θ1 带到θ2 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它就变成是负的μbcos θ2 减掉μbcos θ1 于是呢 你就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从某一个角度推到另外一个角度 你的未能的改变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根据我们之前学的方式 我就可以知道 u θ 事实上是等于负的μbcos θ 加上一个常数 那一般为了简化起见 通常我们会把常数取成0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这里跑出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呢 其实跟两个向量有关 然后它们之间的夹角是cos θ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它写成-μ.b 那一旦写成这个样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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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就很容易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μ最后会喜欢跟b在一起了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东西图画出来 它如果是-μbcos θ 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角度从-π到π 然后把u θ 然后把u θ写下来 这是θ 然后它是-μb的时候 cos本来是这个样子 你把它倒过来写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点的值 就是等于-μb 这个是-b 这个是 energy gain when mu aligns with b 所以这很漂亮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你今天u θ写下来 事实上是等于-μb 也就是-μbcos θ的时候 事实上呢 最低最低能量的时候 就发生在哪里 就发生在θ等于0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固定一个b 你现在让μ可以开始转的时候 什么时候它会达到最低最低的能量 它会达到最低的能量 就是μ跟b 平行 方向相同 那时候它的能量是最低的 因为前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个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前面用力的概念 局局去算 也会发现 你只要这个角度 μ不是跟b平行的时候 OK 它都会怎样 它都会有个倾向想要倒过去 那当然不要忘记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例子是 如果你今天 m刚好跟b完全反向 看起来好像受的力矩也是0 不过那是不稳定平衡 你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个potential 这是一个稳定平衡的地方 对不对 这里其实也是平衡的地方 因为 u在这里是平的 意思就是它不受力 那所以它可以待着 可是这个是最高最高的能量 这个是当 μ跟b有没有 刚好反向 所以它的能量事实上是μb 也就是说当b是这个样子 μ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这个状况呢 是当μ是这个样子 然后b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是我们一整个最后得到的一个有趣的结论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一件事情来回答 我们最终最终最初的一个问题 这样 嗯 就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 假设我现在在实验室里面 OK 在实验室里面 做一个这样的loop 然后让上面带一个current i 然后这里有个b field 所以这个是你的initial setup 所以呢 这有一个μ 这个是i 是长这样 所以这有个μ OK 所以你再把μ画出来之后呢 现在你有两种方式 就可以去判定他怎么动 第一个是比较聪明的办法 是你直接去看这个关系式 就μ喜欢跟b在一起 所以你就知道 他会怎样 他会倒过来 就这样 所以你从能量看 你知道 他就会这样转过来 也就是最后这一个东西会转成一个 很不幸我不会画的东西这样 所以我只能画side view 就是最后呢 μ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在这里其实 你还不是很习惯 就是用能量看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稍稍简单一点点的 东西是用什么 例举去看 所以你可以是μ cross b 他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 这样的例举 意思是他会这样旋转 所以他会旋转到最后还是不变这样 那如果那样子你还是不懂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回到最初最初 你会出受力的方式 那就比较累了 好 这个是你的l ok l cross b 是往下 所以在这里我往下 然后力弊是这里 所以他往下转 所以他会这样旋转 好 所以你有三种不同的层次去看这个问题 都是一样的 那最终最终最简单 最复杂的是把每一段受的力算出来 然后把力矩算出来 然后他怎么转 第二种呢 是你已经学过一个magnetic dipole 你把magnetic dipole算出来 dipole cross b 就会得到talk 你就知道他怎么转 那最聪明的办法呢 是最后那个办法 水往低处流 你就直接看dipole moment 在magnetic field 底下 他的能量是多少 他就往能量低的地方跑 就对了 好 所以你最后做出来的答案都一样 就是你有个loop本来是这样 然后他会怎样 他会这样转过来 OK 那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 因为 因为 所以希望呢 大家在这边 还跟着我这样 因为我要问你们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从这到这来 你去看一下 原先这个系统 他的u θ是多少呢 不要忘记了 这个μ跟b在这里是怎样 垂直 所以θ是等于π over 2 如果你带进这个公式 他原来能量是多少 是0 对不对 那如果最后是平行的时候 他是多少呢 well 他θ事实上是0度 因为μ跟b是平行的 所以他事实上就变成是 是负μ在乘上b 所以他意思告诉你什么事 意思告诉你说这个系统 它的未能怎样 下降了 那一个东西未能下降了会发生什么事 这是原来 比如说这个是0 假设这是0 不行 这是0 这是0 好了 然后这个是-μb 如果一个东西系统下降了 未能下降了 他会怎样 他就会转换成动能 因为能量守恒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普务实验室 有的话 你下次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就一个close root 通电流之后 如果你再b 你把它从某个角度 然后它放掉 它就会开始动了 它就会开始动了 根据你以前学过的 energy conservation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很显然就是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长这样 OK 那它kinect energy等于0 它的potential energy 也等于0 然后它最后如果 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是final 很显然 其实它一定有个什么 有个角速度 就是会有个动能 所以很显然 它的kinect energy 最后应该会是多少 如果不要考虑摩擦力 它应该是μb 然后呢 它potential是-μb 所以你最后这个 算法加在一起之后 才会变成0 还是等于0 right 对不对 所以我算的都完全正确 你们课本还有一堆习题 在算这个 就是一个diple moment 在旋转的时候 它的能量会减低 微能会减低 然后最后会转成动能 然后这也完全合理 你去看一下 一个loop 原来是平的时候 它受到一个talk 意思是它受到一个力 然后它开始这样转 所以 这个力就对它怎样 做工 right 然后就是一直做 一路做 做到最后力不见了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力一定对它做正工啊 力如果对它做正工 最后会怎么样 根据功能原理 力对它做正工 所以当然动能就会增加 pretty trivial right 那现在的puzzle是在哪里 现在的puzzle是这样的 这支笔在这 它从这里 掉到这里来 你知道它会变快 它会变快 是因为追用在它身上的 只有重力 然后它位移也是往下 重力也是往下 重力就变快 那这件事情从来 不会扒着你啊 因为重力可以做工啊 可是请问一下 我从刚刚开始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还在我的车上的话 我从头到尾 我有讲电力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哦 我讲的是 有一条导线 如果电流的话 会有磁力 然后我的导线围成一圈 所以有四个磁力 四个磁力 还是磁力 我把四个磁力加在一起 之后发现是零 对所以我没兴趣 没有关系 我就算talk 我算力矩 这个力矩还是磁力造成的吧 这个力矩最后可以做工 那转译成 很简单的话 那不是告诉你说 在整个过程里面 磁力事实上 是可以做工的 所以 你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不是有学到 就是我们不要用交流点 就一个非常单纯的 如果你今天有个current loop 你放在两个磁铁中间 你把它转一个 他不喜欢的角度 他不是会 啪 就顺过去吗 你再把它回去 它就啪 对不对 那如果你那个马达 还非常好 OK 或者说应该说非常烂 就松掉了 你把它转过去的时候 他还啪啪啪啪 在那边做剪斜运动 Right 因为根据那个potential barrier 如果你今天是从 这里 把它放掉 它事实上 就在那边做剪斜运动 就很快乐在那边震荡 可是这一整个过程里面 不是只有磁力吗 那是谁做工 让这一个loop 的动能增加呢 所以呢 我终于花了 一整堂课 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困扑了大家 其实整个 这一张最 我觉得最好玩最好玩的重点 就是在于 你可以从 一个charge particle 会动开始 受力不做工 大家都可以想象 欸 What about a while 一条长子导线 上面 那你说长子导线里面也都是一颗一颗的东西 然后 再来呢 把长子导线围成一个current loop 然后最后围成current loop 之后好像事情就变得很复杂之后 你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被骗了嘛 你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被骗了 所以最后才变成 这个current loop 其实就是一根一根的导线 那这一根一根的导线 也不过就是一颗一颗的charge 那这一颗一颗的charge 就是遵循罗伦之力 那从一颗一颗的charge 罗伦之力不做工 一根导线 你也觉得可能不做工 围成loop 它就开始做工了 那你到底是在哪里错的呢 就磁力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做工的呢 OK 所以呢 在我们close 这个lecture 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这里 有一个公式 它是什么 它受到的利 是等于q v cross b 再来的话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while 那我们呢 就有另外一个公式 它是等于i 积分 d s cross b 再来呢 我如果把这个while 弄成是 一个圈圈 也就是一个diple moment的时候 它就会由磁力造成一个talk 这个talk 事实上是m cross b OK 然后最后围成这个loop之后 你就突然发现 磁力可以做工了 所以这有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 第二个等级 第三个等级 你觉得你是公式是在哪里错 然后 我们是一步从这里打到这 这打到这 对不对 然后最后我发现 这个到第三个阶段 磁力就做工了 就在这里 磁力似乎不做工 在这里磁力居然就做工了 那所以现在 we are left with a very interesting and peculiar situation 就是 这个会不会做工 那公式是不是就在 从一个particle到导线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 我们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样 OK 所以你们下课的时候呢 可以想一想 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开始 先考试 考完小考之后 我们先来个popular vote 看一下大家觉得 就是磁力到底是 比如说只有一个charge particle 在动的时候 磁力会不会做工 然后再来的话是说 如果把很多很多charge particle 放在导线里面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 开始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磁力做不做工 那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把它围成一个 current loop 然后看起来似乎 这个磁力就可以做工了 所以到底事情是 something is wrong 那是在哪一个level出错 是第一个level出错了 还是第二个level出错了 还是第三个level出错了 还是 就是 我从头到尾就是在耍大家 就是说我今天教的 就我看到刚才其实 有很多同学很辛苦在抄笔记 真的辛苦大家 搞不好我今天讲的都是错的这样 好 所以我们先来下课 谢谢 谢谢 谢谢